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今天是2021年6月4号 那么到了咱们一个周五的时间 那么整体这一周的行情又接近尾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有给大家去说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原油 原油的走势 在昨天我有给大家去画了一根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以及这个位置可以去做多 那么我们目前来看一下它实际的走势 首先来讲,那么这条趋势线 其实非常客观有效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行情在这样一条趋势线的支撑下 在这里进行来回的动能交替 所以是这条趋势线确实起了作用 如果有在这里去做多的朋友 那么一个短信的利润应该来说是有给到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往上走 也有走了接近50多个点 那么所以说只要你参考这条趋势线去做多 短信的利润四五十个点还是有的 那么这是昨天这样的一个给大家说过的一个行情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啊 今天的走势四小时级别终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欧元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 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破位 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行情 欧元四小时级别终于出现了破位 所以这一波多头啊 那么呢从目前客观历史的走势 大家可以来看到 这是一波上涨 回踩再上涨 然后过进头部区域 然后再破位 这是非常经典的走势啊 所以欧元四小时级别 接下来的思路 焚高去做空就可以了 这是欧元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焚高就去做空 焚高就去做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可能大家会说焚高 到底在哪个高点可以去做空呢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布林带调出来 布林带啊 那么呢今天给大家去画这样的一条线 第一个是布林带中轨位置附近的地方 这个地方要重点关注 第二个是布林带上轨位置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要重点关注 可能朋友会讲啊 你这个位置上轨还有这么远 它能到吗 其实布林带它是时刻在病动的 随着这个行情 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 它这样的一个布林带也会慢慢的往下走 所以目前我也无法确定 它会在哪个位置给到一个压力 但是大家就可以关注 布林带中轨和向轨 这样的一个可能存在压力的具体的位置 那么在行情的时间的往后推的过程中会具体给到 大家要重点关注 好这个是咱们欧元的行情 那么呢目前来讲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坟高去做空的思路 大家关注布林带一个存在的压力的地方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英镑 英镑比欧元要强势一点 英镑的话这个位置的支撑 这个震荡还没有出现一个破位 还没有出现破位 所以这是英镑目前的走势 相对来说比欧元强势一点点 它的四小时级别的震荡还没有出现破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当然在四小时级别里面 这个震荡期间也是震的比较久了 那么目前也有可能过境头部 所以我们的思路还是逢高为空 那么可能的空点在哪里呢 给大家画一个局部的趋势性的压制 如果今天英镑能够回踩反弹 到这一块位置附近 大家就可以去做它的空单 那么大家关注局部的这样一条压制线 就可以了 这是英镑可以存在空点的一个地方 好这个是咱们的英镑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朋友们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通道里面 最终形成了奥端式 朋友们 在这个通道里面最终形成了奥端式 那么这个奥端式 朋友们 那么目前来看非常的清楚 奥端式是有关于我们三太系统里面 防转的内容 防转的内容 那么从四小时级别来看 这是一个逆动能 这是这一波上涨的一个逆动能 这一波上涨的一个逆动能 所以 黄金的走势 目前来看 这一波上涨已经正式宣告结束 短期直接拉涨 创新高的概率不大了 短期要进入震荡了 所以黄金 在今天我会给大家讲 多头趋势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可能要进入震荡区间 好 那么这是 这是黄金的思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的话 其实朋友们也非常清楚 那么这里其实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线 出现了一个破位 所以接下来黄金短期的话 从局部的这个走势来讲 也是只要焚高空就可以了 这个高点同样的思路 大家可以去把布林带打出来 那么可能存在的空点 第一个是布林带中轨位置附近 第二个光注它上轨的走势 有可能形成的压力点 都可以去借机去做空 所以经当下环境的思路 我觉得也非常清楚 这里进行了破位 大家只要在局部顺着这一波 小的趋势 焚高空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云游 云游的话 那么目前在这个位置在震荡 这样的一条趋势线 也还是小破位了 所以云游 今天从四小时级别来讲 也有可能 这波多头趋势 继续创新高的概率也不大 遗憾有可能会过进震荡 所以今天云游四小时级别的思路 它有可能产生一个震荡 那么一小时级别里面 给大家画出支撑压力位 这是往上的压力位置 这是往下的支撑位置 所以今天的云游 我觉得操作思路也很简单 坟高在这里就去做它的空单 坟低在这里就去做它的多单 整体保持一个震荡的思路 大家可以去参考借鉴 好吧 好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早盘分析的全部的内容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更及时的外汇交易机会 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 联系助理进入社区微信群和直播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 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